一度登上时代周刊的影帝周润发 也曾被名导徐克大骂忘恩负义 并吐槽周润发将走下坡路 这都得从1989年的一部经典港片 蝶血双雄开始说起 喵粉们 瓜子花生小板凳 拼命喵来说说 发生在那年那日的哪些事 要说发格 那就得先来说一说徐克 香港著名的新浪潮导演之一 也是香港新派武侠电影的开创者 经典作品数不胜数 蝶变 黄飞红 龙门客栈 青蛇等等 他的电影有着独特的影像风格 对香港电影 华语电影 乃至世界电影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这些标签并不是他最为出名的 最出名的当属他说翻脸就翻脸的勇气 一步一步的快智人口的电影层出不穷 他也得罪了一个又一个的知名人物 其中之一就是周润发 在吴宇森的极力推荐下 徐克加入了香港电影三巨头之一的新一程 他在新一程指导的喜剧片《鬼马之多星》 不但获得第十八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还以七百多万港元的票房 打败了邵氏和佳和两大公司 而当时的周润发 凭借上海滩许文强一角 火遍大江南北 但是经过1983年 雨于安安闪昏又闪离之后 便开始远离电视剧 接拍小成本电影 虽然有让人叫好的作品 比如许安华导演的《胡跃的故事》 但是票房一直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徘徊 是实至名归的票房毒药 人送外号毒药发 1984年 徐克与妻子施南生 成立了属于自己的电影工作室 1986年 在台湾坐了整整三年冷板凳的吴雨森 在徐克的邀请下回到了香港 加盟了他的电影工作室 是友情也是报恩 吴雨森回到香港之后 两人合作了一部英雄本色 当周润发看到那句 我等这个机会等了三年 不是为了证明我比别人危 只是要证明我失去的东西 我一定要夺回来的时候 激动地说 摔了三年 这就是我的台词啊 也正是这部电影 让过去明星迪龙 票房毒药周润发 还有失忆多年的吴雨森本人 全都咸鱼翻身 而吴雨森更是从此高歌猛进 成了一代暴力美学大师 可惜的是 徐克和吴雨森的关系 发展到后来却不那么美好 因为拍摄英雄本色的时候 吴雨森就发现 徐克喜欢对自己的导演工作 指指点点 横加干预 吴雨森不喜欢这样 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 受到别人的影响 就算是徐克也不行 两人都是大师级人物 而所谓大师 都是有脾气的人 爱有情面 吴雨森答应 合作了英雄本色第二部 周润发和吴雨森 赶出了一个故事前传给徐克 可是没想到 徐克将剧本转手交给倪匡 完全改成续集 也因为这件事 周润发和吴雨森越走越近 刚拍完徐克又说要拍第三部 吴雨森心中极为不满 这一次他誓死不从 两人翻脸 吴雨森离开徐克的工作室 自立门户 二人从子决裂 分道扬镳 蝶血双雄开拍 徐克冷藏 吴雨森提携程小冬 吴雨森无息可拍 周润发得知 吴雨森窘况 直接绕过了徐克电影工作室 把吴雨森拉来了 金公主的偷拍 虽然最终还是挂名 徐克的电影工作室 但也因为这件事 徐克公开指责周润发 忘恩负义 并言明 接下来周润发的演艺生涯 将走下坡路 而这样的威胁和指责 也让周润发和徐克 两人矛盾生起 在拍完蝶血双雄之后 曾经的好友 便再也没有过合作 反观 周润发真的就走了下坡路吗 1997年 所有人都觉得 那一年会成为 历史的经典时刻 也会成为香港人的人生转折点 伴随着香港电影成长 直到最辉煌的时期 再到了香港电影的衰落 香港鄙视民生大造的两周一程 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成龙有自己的招牌 有坚持做自己的资本 即便后来去了好莱坞 也没有影响他太多 周星驰一直在朝着导演 和编剧的方向发展 在1994年的《国产007》里 就已经初次尝试导演的工作 之后逐渐减少 自己出演角色的机会 转型到幕后 而周润发一直以来的身份 都是演员 独把80年代香港影坛之后 他只身闯到好莱坞 1999年 周润发与朱迪·福斯特 领衔主演了《安娜与国王》 他的表演获广泛好评 2000年 李安指导的一部武侠动作电影 《卧虎藏龙》 周润发 杨子琼和张子怡等 联媒主演 周润发凭借此片 获得第二届美国亚裔 爱美奖最佳男主角 2001年 《卧虎藏龙》或奥斯卡奖 十项提名 并最终捧的最佳外语片 等四项奖项 十年魔力最终回国 周润发已然成为时代的标签 而昔日徐刻的一句断言 也自然随风而逝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喵